亲爱的 人家好热 好难受 雪雪 你刚才 喊我什么 亲爱的 你真讨厌 弄得人家都湿了 没想到 这个戒指的效果这么好 要不是早上 那根玄玄表白 我还得不到 这宝贝戒指呢 玄玄 玄玄 答应我 做我女朋友好不好 叫给她 叫给她 玄玄 我为了你做什么都可以 这辆车 也是送给你的 你真好 谢谢你 等一下 我不同意 别闹 这没你的事 你昨天晚上 才用我的亲密服 买了一个三万块钱的包包 这两年你跟我在一起 千千好好花了饭 说了 现在你跟我说 这没我的事 别说了 原来你就是 萱萱嘴里说的 那个甜狗啊 玄玄 萱萱愿意花钱 就是给你面子 怎么 你还想要回来啊 我 哪 哪 哪这个样子 真是个天狗 你们 你给我听好了 萱萱花的每一分钱 我都会一分不少的还给你 还有我警告你 别再出现在我和萱萱面前 否则 我有你好看 恭喜你 获得一枚反钱狗戒指 陈列 要不是早上 你跟萱萱表白 我还得不到这宝贝戒指呢 啊 什么 你说什么 原来 发钱狗戒指是这个狗笑 一碰到女人 就能让她过得快感 对我俯首成臣 喂 萱萱宝贝 你在干嘛呢 我在局里这边开会呢 你中午要好好吃饭啊 我 我在 我受不了了 萱萱你怎么了 什么受不了啊 我在 我在拔牙 受不了了 这大中午的 怎么突然开始拔牙了呀 之前你没听你说过呀 你没事吧 你应该等我回来 亲自给你处理的 有我在 你放心吧 它不会有事的 你是谁 你不会是马宁吧 说什么呢 我是萱萱的师父 刘医生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好萱萱的 照顾得稳稳当当的 对 是我师父 我现在 感觉好多了 你不用担心我 那就谢谢你了 刘医生 萱萱怕疼 麻烦你轻一点 我知道 我也知道 萱萱怕疼 我会很轻的 怎么样 萱萱 我够轻了吧 救你 快快点结束吧 没那么快结束 还得好一会儿呢 加油啊萱萱 一会儿就结束了 结束了 谢谢你 辛苦了 不辛苦啊 萱萱需要休息 我先帮她把电话挂了 老公 你真厉害 真棒啊 四天狗 你到底对我做什么 呦 刚刚还喊我老公呢 怎么 吃饱了 想翻脸不认人了 你是不是给我下药了 怎么回事 她怎么跟突然变了个人似的 难道这戒指的功效没了 我怎么会做那种事情的 萱萱 你刚刚喊人家什么 亲爱的 乖 你也累了 就在这休息一会儿吧 果然没猜错 戒指的功效 大概只能保持十五秒钟 那我只要一直保持身体接触 就能让任何女人 对我欲罢不能 老公 你也辛苦了 王主任 现在轮到你来尝尝这宝贝的厉害了 王主任 我睡呢 马尼你不想干了是吧 赶紧跟我滚 别生气啊 我过来 只是想向您请教一下 工作上的事情 得了吧你 你什么德性 我还不了解 你要是友善尽心 也不至于业绩次次垫底 那还不是因为您偏心 您把资源都给了那个小狼狗 何医生 别以为我不知道 别胡说 赶紧滚 您别激动嘛 王主任 我过来是想告诉您 何医生能做到的事情 我也能做到 而且 我还能做得更好 别碰我 小马 你要让人家怎么舒服 平时里装高冷 窗欲紧 在我的戒指功效下 现在 露出原形了吧 王主任 待会儿 您可别叫得那么大声哦 王主任 下午的安排 我真的什么都没看到 我也不会乱说的 不是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 马尼师哥 人家都听你的 人家不是故意的 糟糕 戒指的功效 对面没有也起作用了 不是 是这样的 王主任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以前学过那个 按摩揉血的技巧 我是在给他治病了 对不对 对 按了一下 舒服多了 对吧 马尼 混账 你给我吓得什么蛊惑 今天卷破干走人 马尼师哥 王主任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糟糕 戒指的功效时间到了 你看 是不是 小马 我还是有点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继续给我按摩 当然可以 不过我想 要是让淼淼一块来 效果会更好呢 好 你俩哥这么远 我总不能跑来跑去吧 这让人 回头我得想办法 把这戒指的功效 时间升级升级才行 来来来 来来 你啊 帮我解开王主任的扣子 把他的胸口啊 跟肩膀露出来 好吗 好的马尼师哥 我都听你的 哇 王主任的身材真好 我什么时候 也能拥有这么好的身材啊 我练习瑜伽的 你要不要一起啊 我可以教你 马尼 你要不要一起啊 好呀 那就 我们仨一块练吧 没错 这个戒指的功效这么好 两个美女就这么被我搞到手了 你给我下去啊 这我的车啊 今晚同学会 升路 打我一程呗 怎么 货资银车没导航 不让路吗 你个死舔狗 快下去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别再纠缠我了 哎呦 萱萱宝贝 今天中午的时候 你还喊人家亲爱的呢 怎么 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 你胡说 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 那是五岁时候做的梦呢 难道 真的是跟他 走吧 萱萱宝贝 今天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喜讯 我看有没有人能猜得到 兵哥 你不会要申主任 医师了吧 快了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情 瞧你说的 兵哥身主任医师 那不是迟早的事 我想 兵哥是要到国外去进修了 哪家名校啊 不 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 我要跟大家重新介绍一个人 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萱萱 各位老同学们 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人 萱萱 我的女朋友 马宁啊 你个死田狗 又敢出现谁 看来昨天给你的教训还不够 你想做什么 萱萱到底喜欢谁 你让他自己说吧 你把手给我放开 你 陈兵你别这样 我 我喜欢的人是马宁 你别再纠缠我了 我纠缠你啊 可笑 人都齐了 大家先坐呀 先坐呀再说 嗯 马宁啊 我去上个厕所 哦 在那边 有点远 我陪你去吧 你在这做什么 见到你我就心烦 别这样呀 萱萱宝贝 我们刚刚才在同学面前宣布了我们的恋情 你不会是不想承认吧 怎么回事 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 我就知道这里有鬼 萱萱 你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谁也抢不走 阿兵 这都是误会 你听我解释啊 解释什么呀 解释 我跟陈兵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那辆车 是你送我的 听到了没有 你还不快给我滚 萱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竟然帮这个死天狗说话 你敢打我 你个臭婊子 萱萱 不用理他 就当是狗叫好了 阿宁 怎么回事 比之前效果更忙了呢 看来戒指的效果能够叠加 开门 老子要杀了你们 开门 哎哟 小伙子 发什么疯啊 阿拉跟你讲哦 杀人是要犯法的嘞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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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他把我的东西全部都提坏了 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他疯了 他脑子瓦塌了 陈兵 你在这里做什么呀 快起来 我要杀了他们 兵子 就你这样的 还怎么出国精修啊 这让人看了都笑话 他们就在里面 被我捉奸了 你们快帮忙啊 啊 啊 我看他是疯了 非得堵在门口 同学们要不是你们来得及时 我跟萱萱都出不来 陈兵 走 我看你没喝多少呀 陈兵 我告诉你 今天当着同学们的面 我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你要是再敢胡来 我就对你不客气 走 阿娘 我送你回去吧 不着急 咱们玩点 不一样的 哎 你要干什么 你说呢 别 这被人看到了多不好 这样才刺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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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哥 你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了一个徐思萱 值得吗 我现在火气很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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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臭婊子 竟然敢耍我 现在还跟这个废物马尼 在车里面快活 气死我了 兵哥 你怎么知道他们 看 这个臭婊子在车里干活干的多卖力 天呐 兵哥你竟然还留了一手 你真厉害 这对狗男女 老子一定要让他们身败名裂 行 萱萱 这么早就想我了呀 怎么回事啊 我们那天在车里的视频 所有人都知道了 你让我怎么见人 别急了 坐下慢慢说 阿娘 那天我跟你在车里的视频 等一下阿娘 我们那天在车里的视频 所有人都知道了 嗨 这视频有啥的呀 最关键的部分都没有放出来呢 阿娘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开这种玩笑 这个车是陈斌的 他这么做 无非就是想以此为借口 威胁我们罢了 我觉得 他不会真的把视频放出来的 你放心吧 那万一呢 我可没脸活下去了 萱萱 放心 只要有我在啊 没有人能够伤害你 马宁师哥你在吗 谁啊 我在休息呢 没空 我是淼淼呀 王主任找你 上次不是说好 要一起做瑜伽吗 不许去 好好好 我不去 那个小苗 我今儿没空 要不你单独跟那个王主任 好好学习学习吧 哦 好吧 你是不是喜欢淼淼啊 她是我们师妹 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呢 我就是把她当妹妹看而已 那王主任呢 哎呦 哎呦我的天 王主任都多大年纪了呀 她以前工作的时候老针对我 不过最近好多了 我也只是把她当姐姐看而已 又是姐姐又是妹妹是吧 哎呀 这俩女人一起来 我还真是吃不消啊 嗯 王主任 我给你按摩一下吧 这样 你就不会腰疼脖子酸了 小马 你这手法也太舒服了吧 我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有着手法早点拿出来啊 舒服吧王主任 我告诉你 我还有更舒服的手艺 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我想试 让我来吧 那可不行 我这个手艺啊 只能展示给一个人看 小苗 要不你先出去 我单独给王主任展示展示 小马 小苗呢 把小苗叫过来 王主任 我一个人就够了 哎 你有看见萱萱吗 她被王主任喊去会议室了 你不知道吗 有这回事 主任找萱萱去做什么呀 不知道 阿兵 你别再发那些视频了 那就得看你表现了 不然 发的可就不止是这些内容了 阿兵 我这两天心里乱乱的 我其实 喜欢的还是你 那你还跟那个死田狗走这么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哼 知道错就好 这个马宁 我一定要让她知道 跟我做对的后果 阿兵你别这样 跟我还装什么青春 你有多敏感我会不知道 奇怪 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是马宁问我的时候 就不一样 难道说 我心里面喜欢的人 真的是马宁啊 我说主任找萱萱做什么呢 原来是你个废物 废物 那让我来看看谁是废物 你已经被开除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废物 你算老几啊 你说开除就开除吗 这里谁不知道主任是我干妈 你现在给我故意些 或许我可以考虑考虑让你去扫厕所 主任呢 我要听王主任亲给我说开除我 得亏我已经拿捏住王主任了 就算是你干妈又怎样 我照样拿下 马宁 还不赶快给陈斌赔礼道歉 王主任 该赔礼道歉的人是陈斌 不是我 他为什么给你道歉 小子 敢跟我干妈套进我 你以为你谁啊 死到临头还嘴硬 王主任 您说说 是谁死到临头了呀 我怎么舍得让你道歉呢 小子 还不赶快跟马宁赔礼道歉 妈 你在说什么 你让我赔礼道歉 对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对不起 陈斌 我喜欢的人是马宁 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知道了没有 知道了 阿娘 刚才在会议室谢谢你 跟我不用说谢谢 可是 陈斌手里还有我们的视频 对啊 差点忘了这个事 那他会不会狗鸡跳墙啊 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这个事情的 他绝对不敢乱来 小子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敢跟我作对 你想做什么 哼 我想让你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你不是嘚瑟吗 现在我就把你和那个贱货在车里的视频发出去 我看你以后怎么在陈族里混 你先别急 我先给你看个视频吧 你 你好大的胆子啊 竟敢弄我干妈 哦 那你是不是还得叫我一声干爹啊 我呸 你也呸啊 你这简直就是自爆 我已经让家里跟我干妈沟通了 他不会再护着你了 你就等死吧 哼 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 你小子有偷偷装监控的习惯 我要是说 这个视频 是你拍的呢 哼哼 小子 想唬我 没那么容易 都别动 再动一步 我马上把这个视频发到群里 都别动 哼 儿子 真听话 兵哥 回头我帮你弄死他 废物 现在手机在他手里 还怎么弄 你们都不要给我轻举妄动 陈斌师哥 你在这儿啊 我正好有一份学校的文件 需要你帮我签个字 好啊 到我办公室来 你到底要干什么 到这儿来实习 你就真的一点规矩都不懂吗 什么规矩 我不知道 哼 在我手底下带的实习生 都得表示表示 淼淼啊 你这一点都不表示 就想让我在你的实习报告上 签字啊 对不起师哥 回头我一定给你准备厚礼 不用回头 现在表示就可以 陈斌师哥 请你自重 师哥师哥的 我记得好像你叫马宁也是这么叫的吧 马宁师哥但人很好 才不会像你这样的 哎 你说什么 哈哈 作为医学院的学生 实习报告不及格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意味着你大学四年百念 前途全毁了 啊 哈哈 淼淼啊 你是个聪明人 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 给我转过去 哈哈 ing 淼淼走去吃饭了 没事 你先去吧 你怎么了 眼睛红红的 没事 薛薛师姐 只是刚刚眼睛进沙子了 来了来了 怎么来这么早 怎么是你 马尼师哥晚上好 你一个人来的吗 对啊还能有谁 师哥 我来是要让你教我那个 按摩的手法的 现在 要不下次吧 不就今天 上次王主任说 你按的可舒服了 我也想试试 小苗你听我说啊 要不咱们改天吧 下次在那个单位员工活动室 我单独给你展示展示 不人家就今天 小苗你这是在干什么 我今天不太方便 这戒指的功效怎么这么猛 师哥 小苗对我也太上头了 可是 师哥 你别跟我装可怜了 快起来吧 不是 刚刚我的脚被磕到了 好痛 我给你拿红花油涂一涂吧 谢谢师哥 师哥 找到了没有啊 人家好痛 来了来了 忍着点 可能会有点痛 如果明天起来还不行的话 那你就请个假吧 糟糕 这戒指又起床了 搞忘记了 应该用另外一只手的 小苗 你忍一下 要不你还是自己擦一下吧 师哥 人家喜欢你好久了 你别这样 会了 谁呀 希望学学师姐要来 师哥 你要干什么呀 不许乐了 知道不 怕什么 我们就说他学习 学学师姐不会在意的啦 小的姑奶奶 我求你了 一定不要乱难 明天 你让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 那行吧 怎么这么久啊 我刚刚 在卫生间呢 要不咱们先出去吃饭吧 我请你吃西餐怎么样 在外面 哪里有在家里方便啊 学学 你 你先别着急啊 可不能再用戒指碰她了 不然学学也发起情了 那可就麻烦了 怎么 你不喜欢啊 喜欢 喜欢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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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 到卧室去 我跟你玩点儿更刺激的啊 啊 哈哈哈 嘿嘿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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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轩轩 嗯 在这儿 也能玩 讨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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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呢 陈斌的手机缝哪了呢 我要是找不到 可就什么都完蛋呢 原来在那 我要想办法拿到才行 怎么 那边好像有东西碎了 可能是 刚才我太用力了 震到那边去了吧 你少来 应该是我养的猫 先不管它 待会再打扫吧 你还养猫呢 在哪啊 这会儿干了坏事 躲起来了吧 瞧 那小家伙 还不服气呢 我饿了 没事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找到手机没有 找到了 但是在这之前 必须给我签字 带着手机 明天到我办公室来 我可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我给你把报告发过去 你帮我签字 然后帮我打印出来 现在就发给我 否则 你敢威胁我 我看到你给马宁师哥 发的视频了 你个偷拍狂 居然敢在王主任的办公室 装监控 你个变态 找死 哼 那就走个瞧 看来上一次在我办公室没把你办踏实了脚表子 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 陈斌 你他妈的顿小喵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 味道还可以 挺嫩挺润的 马宁我告诉你 你别以为那样你就能威胁我 老子弄死你的办法有的是 你 跟师哥说到底怎么回事 那天 那天就是我拿着实习报告去找他签字 然后 然后就 陈斌 你这个禽兽 师哥 其实我这次来找你 也是被他逼的 如果我不帮他 他就让我的学习成绩不合格 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的 师哥 我 别别别 小喵 你别这样 你先回家 好好睡一下 萱萱还在楼下等我呢 我得下去找他 走 走吧 你的实习今天结束了 滚蛋吧 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 嘴巴还挺硬的 待会儿有你哭的时候 陈斌 这是诊所 你不要太嚣张了 是我爸的诊所 我爸是这最大的股东 靠爹你还有脸啊 欺负一个小姑娘 算什么男人 总好过有的人 连咒巴巴的老女人都不放过呀 你们在这做什么呢 汪主任 刚才 有人骂你是咒巴巴的老女人 哎 我可没这么说啊 陈斌 不许胡闹 不然让你爸收拾你 哎 干嘛 是他骂了你 你是看着我长大 我是什么样的人 您最清楚了 您干嘛老像一个外人说话呀 小马 各方面都不错 特别是最近表现很好 你有意见 不应该带到工作中 王主任 可不会偏抬任何人 小马 你中午有空吗 干嘛 你看你 你们之间都不是这样的呀 工作的时候称职务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是 王主任 工作表现不错是吧 敢不敢跟我单挑啊 哈哈 有什么不敢的 就你那需要 我让你一只手 都成 陈斌 不许胡闹 干嘛 王主任 你不是说他最近工作表现不错吗 那我们就来比试比试 如果他输了 你就必须让他滚蛋 我们诊所从来没有这种规矩 行啊 我就跟你比 但你要是输了 给淼淼道歉 而且 也得给我滚 马尼师哥 不好意思 是我连累你了 你就对我这么没有信心啊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就是 陈斌当年是以成绩第一毕业的 我们在学校都听老师提过他名字 你放心吧 我一定赢他 你的实习报告呢 我来帮你签字吧 真的可以这样吗 实习生转科室换老师是很正常的 你回头补个证明交上去就行 不会影响你的实习成绩的 谢谢马尼师哥 别这样 这 在针锁呢 这 这小捏子 看来是在我这儿欲罢不能了 这戒指的功效真吗 小苗 你怎么在这儿 三号房有个病患 你需要疤牙 好 我这就去 现在的小姑娘 要学会洁身字号 薛薛师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不用跟我解释 名字 钟芳如 确认一下名字 接下来是我给你做疤牙手术 是左侧下颌致齿 麻烦你确认一下 是的 谢谢医生 那个 会不会很痛啊 不是已经打了麻药了吗 这个护士是怎么回事 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我自己还没想好 我怕会影响大脑 要不还是打个半麻吧 这样吧 给你来一个最轻微的局部麻醉 怎么样 我这戒指只能让女人的身体索麻 不知道有没有麻醉的作用 但能准备注意力 应该有 好 来 放轻松 准备手术了 医生 你轻一点 你不能乱动 你得先休息会儿 医生 你们给我打的什么麻药呀 像是 像是经历了高潮寺的 他刚刚不会对我动手动脚了吧 不过 倒是挺爽的 像是 什么呀 就是普通的麻醉药 有什么问题吗 没 没什么 就是感觉身体酥酥麻麻的 麻醉药不酥麻 那能叫麻醉药吗 真是的 也是 就是那个感觉怪怪的 好了 待会儿护士会过了 嘱咐你书后的注意事项的 好吧 你刚才喊得可惜些吧 我见你是挺享受的呀 美业 谢谢医生 王主任 你找我 怎么样 手术还顺利吗 非常顺利 怎么了 刚才你那条手术 护士给弄错了 他打的是葡萄糖 而不是麻醉 怎么会 可是患者没有任何的不适 而且手术也非常地顺利呀 你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你最近很奇怪 你是不是偷偷用了什么违禁品 你每次靠近我 我都会有奇怪的感觉 说不上来是为什么 你能告诉我吗 还是老女人的洞察丽敏锐啊 这都被她发现了 嗨 王主任 哪有这么多违禁药品啊 你想多了 那到底是为什么 你喜欢我 别瞎说 是不是这个感觉 对 身心都缩麻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 这就是爱呀 你想一下 燕姐 你年轻的时候 看见喜欢的人 是不是就是这个感觉 特别是 有肢体接触的时候 就更加会身心缩麻了 我都四十多岁了 怎么还会有这种感觉 哎呀 燕姐 哪有 你看起来也就三十不大 而且 这说明你的心还很年轻呀 后天 就是你跟陈斌比试的日子了 你要加油啊 你放心吧燕姐 只要你不偏袒她 我保证能赢 只怕 你赢了她也是个麻烦 她爸毕竟是诊所的股东 哎 你放心吧 我自然有办法对付她 燕姐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好 我就要见马医生 这是诊所 吵什么场啊 有事吗 这么多人来找你算账 这算是重大医疗事故了 我看你这次还不死 省点力气吧 跟你有毛关系啊 不是的 我们不是来闹事的 是我的这两位姐妹 也要找马医生拔牙 行了 那就给你们检查一下吧 这儿是我的办公室 除了病患 请闲杂人等给我出去 好 马医生 你昨天不是刚拔完牙吗 怎么今天又来了 还有其他牙要拔吗 是啊 你帮我看看 还有没有其他要拔的 或者 有没有要修补的 可是 你昨天才刚手术完 还不适合再手术 这怕不是上瘾吗 女人三尸如狼四尸如虎 还真是可怕呀 这样啊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再做 那就让我先做 我这牙疼好长一段时间了 今天必须做 行吧 来 你起来 我给你检查一下 好 好 下一个 好 基本的情况 我大概都了解了 你们先去缴费吧 稍后我就给你们安排手术 好吧 马医生 不瞒你说 我老公 朝您在外跑生意 我平时 一个人在家 我 我这是牙医诊所 也帮不了你这些事啊 你 你干嘛 你 你 你别这样 马医生 今天谢谢你 我们改天再来 我是医生 这是诊所 你们呀 还是少来的好 你看 能不能这样 你做我们的四人医生 你现在的工资是多少呀 我们一人给你一份 这样 就相当于三份 你看怎么样 对啊对啊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都别闹了啊 我回头再说吧 我有事 加油 萱萱 来 咱们再来一做 哎 很好 很棒 好 来 我要坚持 哎 加油 哎 很好 阿宁 我想要 想要什么 感觉肌肉累累的 想要补充蛋白质 蛋白质 健身的人不都吃些蛋白粉啊 蛋白粉没有 蛋白液倒是有 不过需要你浓浓力才能吃到啊 讨厌 这么多人呢 放心吧 这会儿没有人进来 再说了 就算有人来了 也看不见躺着的你 马丽师哥马丽师哥 我试试的材料夜车通过了 恭喜你小苗 你你先别过来 为啥呀 不太方便 在健身呢 这有啥的健身而已 又不是没穿裤子 哎 啊 你们竟然 你们竟然 啊小苗 你别误会 我们真的是在健身 那 我能加入你们吗 啊 你你要怎么加入啊 啊 嘿 那 你俩就一起上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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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我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明天马娘做的三个手术 难度都是最大的 好啊 等事成之后 我让你顶替他的位置 再给你涨工资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知下去 五点钟开会 让负责打分的医生将表哥拿上来 你们做好统计 好的 王主任 燕姐 你就等着吧 半个小时以后 我让你看一出好戏 你这个桥贵头 你还要做什么 别着急嘛 你就等着成为咱们诊所最大的股东吧 这怎么可能啊 陈江那两父子可不好对付 你还要做什么 先保密 还有半个小时 我们找点事 干吧 还来呀 根据笔事规则 我们公平公制邀请了五位最有经验的医生进行评分 小苗 公布一下最后的结果 好的 最后的结果是 陈斌医生得分九十五点六分 马宁医生的得分是 九十五 也是九十五点六分 两人平分 我抗议 这怎么可能啊 他的手术技巧怎么可能跟我一样 抗议无效 接下来是患者满意度的打分情况 陈斌医生的患者满意度是 九十 一百 一百分 马宁医生的患者打分度情况是 三个一百分 什么情况 你们几个搞猫腻是吧 我不信 患者就在外面 你可以跟他对治 好啊 你们吃错药了是吧 老子给你们 拿了钱不办事 你们找死是吧 钱还给你就是 马宁医生给我做手术 实在是太舒服了 我不能害了他 舒服 做手术那么的舒服 就是舒服 谁规定的做手术不能舒服 你自己做不到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就是 好 都跟老子对着干是吧 那就都别玩了 老子跟你们鱼死网破 陈斌你还要做什么 快停手 呸 你个又老又皱发发的老女人 亏我还叫你这么多年干吗 今天我就让大家看看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就是个勾搭下属 暧昧不清 年老色衰也四成国放大的老女人 混账 王主任 消消气啊 咱不用跟他置气 不值得 我们呢 就好好看戏 就当 是看耍猴子了 好啊 那就都来看戏 不仅是这儿 诊所大楼外的广告牌上会循环播放你们的龌龊勾当 我看到时候你们怎么见人 谢谢 是你 投拍了 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你从来都不把我当人看 我为什么要继续帮你呢 陈斌啊陈斌 连你的女人都翻水了 啊 这叫做什么 这就叫做邪不压账 还好我有戒指 林灵也是你 拿下她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老子不管 今天我就让我爸把你们都开除了 他是最大的董事 你们今天都得走 陈公子 我建议你先看看这份文件吧 什么东西 老子不看 我觉得你最好还是看一下 不然 你可能得进去踩缝纫机了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 怎么会这样 我求求你 不要起诉我 我不想进去 您再同事一场 我就给你一次机会 只要你把这份文件签了 然后从此消失 我们就不追求你了 哼 王 把陈斌给我拉出去 今天宣布两件事情 今天起 马宁晋升为诊所副主任 另外 百分之十股份转让给马宁 还有百分之十股份 分给所有员工 以后大家都是诊所的股东了 谢谢王主任 熊龙 一切不过是个梦啊 谁啊 心里卯一切不过是咱们 爬 老实 死